我们现在为呢 这一个画面再加上一个花朵的外框 所以我们选择子母画面物件工坊 进来之后呢 这里头提供很多的静态动态物件跟画框可以来使用 好 首先我们选择浪漫一生004的样式 我把它拖曳到下方的轨道 那下方的轨道如果有少的话呢 您记得可以随时的增加 好 假如我现在增加了一个5 轨道5哦 然后我们把浪漫一生拖进来 好 调整它的长度跟大家是一样的 当我们在预览的时候 同学们会发现一个小地方是 因为我的外框是放在视讯轨5 所以呢 当它们叠在一起的时候 花朵会在最上层 而我的影片则会被花朵给遮住 好 这个时候我希望这个花朵呢 能够在最下方 跟我的背景是差不多一样的位置 这三段影片能够在上 所以呢 变成说我现在的浪漫一生的这一个 这一个时间轴啊 要把它移到上方的地方 等于是浪漫一生在2 其他在345 好 怎么处理呢 好 这边呢 非常好用 你只要再把播放轨管理员打开 新增一个视讯轨 而且位置哦 您设在轨2之上 第二轨之上 好 确定 它会在第二轨之上再多一个轨道出来 你就可以直接拖曳 非常弹性哦 这个版本可以这样直接拖曳哦 所以你看我拖曳完成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预览 变更了它们的一个视讯轨的位置之后 我的花朵就会在下 三段影片呢 就会在上方